我是推理評論人東洋 福爾摩斯是永遠的名偵探 同時帶給我們永無止境的驚奇冒險 伦敦貝克街221B 福爾摩斯先生辦公室 收到了一自台灣的委託信 很多福爾摩斯的愛好者 他們真的會把自己遇到的事情 或是他們的一些愛慕性 真的寄到這個地址去 你看大家入戲多深 真的 被多次搬上螢幕的福爾摩斯 到底誰的詮釋 最像他 他是一個沒什麼太多的耐性 然後他會對於愚笨的事情 他對更不像他思考的人 會覺得非常的討厭 他對他們很凶 他講話非常堅酸刻薄 福爾摩斯先生今年160歲了 異想世界帶您認識這位不死神探 週一至週五鎖定UDM TV 異想世界